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想继续给我们的观众小朋友 带来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可以防水的一个石松粉末 不知道小朋友之前呢是有没有玩过呢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可以让你的手呢放到水里面 但是永远你的手是不会湿的一个粉末 我们的这个在上一期当中的视频呢 是跟大家稍微的介绍过的 那今天的话呢还想再跟大家继续再做一个小的实验 因为我听说呢有些小朋友非常想看到更多的一些小实验呢哦 我们今天就把所有的粉末全都倒进我们这个容器当中 这个容器呢下面一层全都是水 我们只是在它的上面一层呢 撒上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黄色的石松粉末 那随着它的时间的流逝 它的这个上面这层的粉末慢慢的会融入到了下面这个水的这个层次当中 看起来的话呢我们的整个水槽里面的这个水都变成了鹅黄色啦 好了那我们把整个的全部给它倒进去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上面呢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棒 那很多的粉末它都慢慢的漂浮在了我们的这个水面上 我们慢慢的把我的手就给它放下去 达达 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到啦 哇 我的整个手的话呢 基本上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呢 会有一个这个潮湿掉的地方 都是非常非常的干燥 只有在旁边的地方比如说我两个手的手指缝中间 会稍微的有一些些 嗯 这个 湿润的地方 但是还是没有完全的湿掉 也是特别特别的棒的 我觉得已经表现的非常的不错啦 我现在呢可以先用我的一根手指去给它放下去 那我们用手放上去的话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成功 可以看到我们的手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干燥 我们可以再把手指再给它多放一点点的地方 哦 在旁边的话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个粉末在那儿 嗯 我觉得我还是不能够给它把我的手指放在太深的地方 因为好像如果放在特别深的地方呢 我们这个粉末它就没有办法去进行那么棒的一个防水 我们的这个手指的话呢还会有一些些的这个湿润 感觉呢还有一点点的这个水分会进去了 我们这边呢还有更多的其他包的我们的石松粉末 不光是有我们的鹅黄色 还有我们的粉色和蓝色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会根据大家的一个愿望 再来呢是跟大家做更多更好玩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小的这个实验 我刚刚是又把我的手呢放在我们的石松粉的这个表面 可以来去看一下它这个上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那我们这个石松粉的水我们会把在这里再给它多放一天 嗯 放了一天之后的话呢我会来看一下它如果过了一晚上 会不会是会更加的好看 然后它的这个颜色呢还有它的质地 会不会也会发生更多的其他的一个好玩的这个视频呢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会根据大家的一个愿望 再来做我们下期的视频 不要让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在视频下方点赞 下期再见咯 下期再见咯